平常就在出力 所以你的眼睛一定會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說 我也不確定 像我們有很多客人 他就是有同事 他每天在看8個小時的電腦 他工作需求 但是他可能 可以早上8點到中午11、12點 眼睛就累了 但是沒有老包好 眼睛是累的喔 旁邊的同事 一整天到下午4、5點 下午還好 也是累 稍微 但是沒有 我們這不是累的 就是這樣 對 為什麼會緊繃 那是因為肌肉 要知道 剛才檢查的是眼球外面的肌肉 這個肌肉就像你手臂的肌肉是一樣的 你知道你沒有辦法跑8個小時的馬拉松 那你也可以 多說你不行 那你也沒有辦法做2個小時的重訓 我覺得應該大家都很開心 但是你在看東西肌肉 他就是要拉 好拉的過程中 他就是會累的 嗯 好那這個就是眼睛酸累了 那白天一定 也不太會有這個狀況發生 但是到了晚上 傍晚 尤其是晚上 打越晚電腦 做的狀況 因為越明顯 沒有睡飽 一樣 我覺得我沒有睡飽 對 沒有睡飽也是一樣 因為他就是肌肉 就知道他是肌肉酸累的問題 所以算是他沒有放鬆到 沒有放鬆 他沒有足夠的休息 好 就是我們的狀況 就可能會是類似這個樣子 那這個只是其中一個的表徵 那有一些嚴重的他可能會有更額外的表徵 代表性的動作 比方說 我們沒有一直戴眼鏡 所以可能就還好 但是像有些人一直戴眼鏡的人 他就會不自覺要拿下來 揉個眼睛 眼睛癢 或者是說眼鏡拿下來 他想要按一個太陽雀 就想要用各種方式去想辦法放鬆 但是那些老實講 沒有太大的 太陽素 因為做完這個動作 現在要去繼續看 繼續拉 繼續讓肌肉去做工 好 那有些人就會 應該是說過去有很多人這樣的困擾 但是過去沒有這樣的檢查 檢查不到這個部分 那現在是也有這樣的檢查 如果你有需要 靠鏡片有一個程度 他可以去輔助放鬆 但是鏡片他沒有辦法讓你完全的放鬆 但是他可以輔助你七成八成 但是最後還是要有一段 是你肌肉自己必須要去協調作用 那這樣的鏡片呢 是嗎 這樣的鏡片就會變成是 比較偏客製化的模式 對 那那個可能就是會進展到 比較複雜的一些 進去設計的那樣 對 那只是說 你的狀況 我覺得還好 因為放上去 你沒有很明顯的感覺 代表你現在肌肉 我覺得狀態是好的 那就算你現在可能 使用電腦的時間 或使用近距離 手機的時間很長 我覺得在你這個年齡階段 也 還OK 我覺得我會讓他Pass掉 那 因為等到真正的 有這個問題 困擾了 當然 我剛才 這個放上去 他就會知道 這個叫做好 就差異 這個叫做不好 對 到那樣子的時候 我們就會建議 你可能要 看要什麼方式來處理 你可以用鏡片的寫出方式 你也可以用物理性 你自己去讓眼睛放出的方式 都OK 我們都覺得是很棒的方法 但是看了什麼形態 光學鏡片改變了光線的位置 正常光線就是 它其實原理很簡單 它就是用了一個叫臨鏡 的工具 像臨鏡我們在 可能在國中的物理光學 有學到它就是 改光式會進行很多光線的路徑 那一樣是用臨鏡的方式 去改變光線的路徑 讓肌肉本來落差的 就看幾個mini 把它用鏡片幾個mini修正回來 就可能往前往後這樣子 對 但是這個邏輯 這個邏輯跟老花是不一樣 跟以前有一些人叫做 我們有很多寶寶媽媽 幫小朋友配眼鏡 然後很多人說 我一支眼鏡看得比較清楚 可以拿來教室上課 另外準備一支度數比較輕 做什麼 拿來寫功課 好這個有沒有用 我們不能說它完全沒有用 但是它幫助有限 因為為什麼要這樣做 通常都是有老花的人 才會需要一支度數比較足夠 一支比較輕度數 那個是老花的人 那這樣拉 那個肌肉拉扯的程度 那也不太一樣吧 就假設你都拿度數很深的 然後來洗功課 那是不是 應該是說 以前啊 以前 從來沒有人檢查這個肌肉 有部分都沒有啦 很少 那以前沒有很多工具 以前在做什麼 都是裡面的水晶體 裡面的結狀肌 調節力 以前都在講這個東西 但是 現在很多人的問題 不是裡面的問題 是外面的肌肉 外面的這個肌肉 靠度數 沒有辦法很有效的去 協助改善 對對對 所以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大概就是 釐清的更明確 那是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就針對什麼樣的部分 所以剛剛有機會 可以讓外面這個放鬆 對 它放鬆也不是放鬆結狀機喔 那個東西放鬆不了結狀機 但它可以放鬆眼睛外面的六條 控制眼睛轉動的這個肌肉 那這個控制是什麼動作 這個控制 這個就是控制眼睛轉動 控制 喔 控制 眼睛轉動 你向右邊轉 會用到什麼肌肉 向左邊轉用到什麼肌肉 你看斜下方 會用到什麼肌肉 對 是這個肌肉的問題 剛才的檢查 是看這個肌肉的問題 神奇 對 因為這個東西以前沒有啦 這個東西以前沒有 那是因為 後來有新的儀器設備 才會慢慢有一些更先進的檢查模式 對 好 就是 體驗一下 因為這個刺架比較重 它看的一些細節比較多 好 所以就可以體驗一下新的東西 對 OK 還有什麼要體驗呢 好 下課了 下課了 是不是 哇塞 這到底拍了什麼燈燈 我都不知道怎麼撿耶 呵呵呵 好 好 谢谢大家